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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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天學校送審時間 他連最後一次行政會議 到底學校要不要長學雜貝 這一次的會議都還沒有公開到我們知道 最可惡的是在我們公聽會上 我們本校的主任秘書陳德勳 他親口在公聽會上跟我說 其實我們這些學校的經費缺口 其實都跟我們長學雜貝 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到底是什麼話 這到底怎樣才有辦法講出話 我們訴求說 我們希望讓所有的挑戰程序 都能夠讓學生 比如練習、採用 所有的程序都能夠公開透明 世新大學在去年 就被評定為學店排行榜的榜首 世新大學一直以來 都有財務細項不透明的問題 決策過程不透明的這種惡習 學校在過去的幾年 也明明每一年都有破譯的英語 但是卻在一連串 匪夷所思的採購案之後 說學校缺錢要掌我們的學費 而世新大學長期的私生比過高的問題 任意解聘老師 讓學生的受教權受損 讓教師的工作權受到侵害 學校的學生對於校方的信任 已經逼零破產 在這種情況下 還要調整我們的學長費 根本就是有搶劫的行為 近年的福人大學 其實已經大幅調上了學校設施跟空間的租金 同時就將部分的公共空間 交給一些特定的廠商用來營利 那其實它的營利有四億多 那它的一個調漲學費的一個用途說 要用來調整員工的資金 還有一個助學的一個措施 還有一個硬體的設備 其實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遺度是非常的不夠 不可能不夠用 你還要調漲學費 那我們其實要背負的學貸已經非常之多了 那而且福人大學這幾年已經減少專任教師的數量 而且聘用大量的見任教師 其實你這個時候調漲學貸費 其實是非常不合理的 福人大學在復學的時候 就育兵的書籍學教說 就希望永遠不會讓學生不能念 其實我覺得福人大學現在已經違背了這個理念 如此長學費的盛況相較於日前行政院 才大張旗鼓召開的搶救地心對策的記者會 宣稱要降低受薪階層負擔 提升能力數值來講 根本是相互矛盾 所以我們反教育商品化聯盟在這裡 認為如果蔡政府真的有心要解決改善 新年田橋外的處境 應該承諾專年類不調漲任何一所大學的學校費 並且立刻研議如何課增資本利得 擴大教育經費以調漲學貸費 我們訴求三點 教育部應博為所有大學調漲學貸費 申請一所都不能漲 第二動漲三年的學貸費 動漲期間 研頂具體增加政府常態教育經費政策 調降學貸費的方向邁進 第三點 大專校面學貸費調整的審議小組會議 要共開透明 開放所有人都可以練習倡語 我們學貸費是一專科以上學校 學貸費收取辦法來處理 所以我們每年必須去公告基本的調服 然後要組審議小組 讓學校來申請出學貸費調整這件事情 那我們會依法來審議 那這個審議小組的成員 會有家長代表 會有學生代表 還有各界代表 我想我們還是會依程序來做審議 像我們的 我們要求教育部承諾的第一點 之前請就說 要搶救平心 要降低受益階級負擔 要提升人力素質 其實這樣做 最好的方法 減低受益階級負擔 就是要動漲學貸費 讓教育部 今年就要撤回 所有大學 找找學貸費的申請 這些同學 去年是沒有學校提出申請 所以去年是沒有開 都開始營造 那今年學校提出申請 我們就必須以程序來審 動漲學貸費不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子處理 學貸費這個原因 那以我們國家的學貸費 以我們國家的學貸費 以我們國家的學貸費來講 跟世界各國比其實是相對低廉的 那高等教育是高成本的教育 我們希望我們辦的是高品質的教育 而不是用低價的等級教育 高品質不要低價格啊 你再比較爽話 我們想強調的是 我們希望錢是在用在包口上 然後學雜費 確實是用自於學生 取自於學生 那我們希望大家能比心中 我們可以看到 教育部今天派出來的課長 根本對於目前台灣青年貧窮 根本完全無管 也證明之前行政院說 要搶救低心 要降低手心階級負擔 這習作為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那我們看來今天科長 也沒有辦法承諾見何東西啊 那教育部的態度 也非常令人迟疑 那我們今天 要把這個直接進到教育部 找可以做具體承諾的人 大學長學費 學生窮到吃泡麵 學生窮到吃泡麵 大學長學費 字條打字條 學生窮到吃泡麵 不要做不違法動作 大學長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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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負責先生 請以負責打錯球 大家就收入好 不要推 對負責學生 以負責學長 以負責學長 不要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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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夠講 你先躺著講 放壓頭講什麼 你先躺著講 教你不打學生啊 學生不一定還教一步嗎 教會做不同還 教會做不同還 教會рам 教會做不 reservoir 独 gör清靜 ただ能 믿 吃飯 嘗試 警察隊友 警察隊友 決定警察隊友 警察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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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帶出去 走下來 不要再衝了 警察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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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漲大學學校費 增加清潔負擔 把大學生在教育部前面 靠著警察 靠著國家暴力 把大學生 五花大綁 禁止學生 行事集會全靠 禁止學生 為自己的職業權益 交叉 腳交叉 腳交叉 腳讓他稍微一點 交叉 然後再度 對 你要承諾一個日期 可以讓調漲學費 各校的 至少有次長 現在沒有部長 至少有次長 能夠把各校調漲學校費 不符合證據 不符合公開透明 沒有跟學生充分的溝通地方 都能夠讓教育部能夠處理 等一下你就要對媒體承諾 不然我就不會走 我就跟你說 我們要一個各校學生 都能夠寫上時間 我們把資料整理好 然後再寫上回應 告訴教育部 各校主要來擁有考長學雜費 好不好 約一個具體時間 兩週之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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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針對同學的三點訴求 以及 剛剛有提告不同的同學在學校裡面 對於考長學雜費的一些建議事項 教育部我們都願意來傾聽 所以 部裡面我們會在兩週內 也會再邀請我們廣告學員聯盟 跟體態文 教育雜體化聯盟 還有相關的同學如果有 針對學雜費的意見要做表達的 那部裡面我們願意來跟同學們 再做進一步的一些了解跟溝通 我們一定會依程序來做 絕對不會有所謂的黑箱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兩週內 我們在安排時間跟各位同學再來做一些討論 我們在等待等候 我們來看 谢谢观看